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戶筹码泄露天机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讲过不论是对大盘指数对个股的涨跌 投资朋友一定要从整个大户筹码的结构 才能很精准的掌握未来 涨跌的变化 这次我们从3月5号公开呼吁 整个大户筹码转空 尤其市场筹码转空 所以当时建议投资朋友股票一定要懂得卖光 但是重压金像电 就单一只 所以我们单股会员就一档金像电 就一档其他卖光 就台股崩了3000点 很精彩 那我们重压的金像电大家很清楚 从14涨到29 大涨一倍 好那8500我们讲这里大减黄金 因为整个筹码结构 整个大户筹码结构由空贩毒 所以你一定要全力进场大减黄金 不论操作台子旗 不论股票 那不论是像金像电 那玉君光 联发科 原相 权力重要大美 大减黄金 随便买随便赚 因为大户筹码 贩毒 而且给你预告会有报复性的反弹 报复性的反弹 反弹初步 目标先看空方缺口10359 这个是将近一个月前8500讲的 当时的规划 全力作读 上看10359 昨天全国投资 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准 将近一个月前讲的话 10359 从8500大减黄金 到昨天完全见证 好 昨天行情又大涨 再创波段的高点 甚至连空方缺口都突破了 但昨天 在这个地方 当然指数 不排除还有高点 但是短线大涨了快要2000点 那这次大盘最重要的是 上档10800 有很重要 很严重的上档的一个套牢筹码的卖压 所以开始投资朋友操作 开始要谨慎的 要提防套牢卖压的修正 多头的修正 大家可以亲眼看到 8500张老师公开呼吁大减黄金 但是涨了快1900点 昨天公开呼吁 提防套牢卖压修正 不是说行情就看完蛋了 又要崩盘 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涨了1900点 开始会震荡 开始会剧烈震荡 因为上档的套牢卖压 开始会出笼 我想昨天对大盘的结构 才刚跟你 做了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分析 今天台股开盘 回跌了144点 那你操作台子期的话 144点一口就将近快要3万块了 对不对 快要3万块 你操作个三五口也十几万 好不好 所以指数这个地方开始会震荡 震荡距离 动辄百点的破洞 这个是对大盘的结构要了解 好最精彩的 昨天公开送给大家 大物筹码泄露天机 那这段时间行情涨了1900点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开始来问我 说张老师要买什么股票 涨了1900点要买什么股票 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回答的问题 让你买高了也不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郁军光 从200多 300不到 你会涨到480 涨了快200块了 所以很多股票都涨了一倍 像金像店从14涨到29 对联发哥从200多涨到300 3007 涨了快100块了 所以很多股票真的涨幅 短线涨幅是很大 所以还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昨天是不是特别跟大家分享 大物筹码泄露天机 什么股票 威胜 昨天节目中还花了很多时间 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是威胜 它在5G处理器这个商机 它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过去大家晓得 威胜曾经是国内的股王 你不要小看它 股价曾经600多块 过去股王主要是 它切入了CPU处理器的市场 当时在中国大陆 市占率高达40% 跟Intel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但是最后专利权的诉讼 是败给了Intel 所以它退出的CPU市场 股价也沉寂了十多年 好 但今年真的是它一个很大的机会 很大的一个转机 怎么讲呢 它并购的子公司Centau 已经很成功的开发出 所谓的X86架构的CPU 所以它很有机会 重新再回归到 X86整个架构的中央处理器CPU市场 再来第三最重要的 就是中国大陆 近期跟中美贸易的冲突 已经积极的 朝去美化这个方向 所以很多东西要去美化 那这个地方 一些除了欧美大厂的机会 商机就来了 那过去威盛由于Intel 所以它退出的CPU市场 那中国大陆现在要去美化 尤其在半导体这一块 那它没有技术的话 要怎么办呢 当然就寻求到 所谓还有CPU技术的 那当然 威盛的机会来了 因为它合并的子公司Centau 给开发出所谓X86架构的CPU 而且性能相当好 这个性价比相当高 所以它今年在中国大陆 积极去美化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它CPU很有机会 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的主流供应商 大吃这个去美化这样一个 转机的一个大的商机 所以这一次威盛从20块附近 开始整个法人筹码贩毒 大家可以看AI城市都很清楚 法人筹码贩毒 所以昨天威盛股价还在二字头 还在二字头 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 想要掌握 大转机的股票 涨了1900点 还有机会的 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威盛 这个转机值得你 把握这个切入 那因为这个题材真的很大 CPU这不是一般 所以要有大转机的题材是不容易 那威盛是苦短了十多年 今年有机会 刚好法人筹码贩毒 积极贩毒 所以昨天特别特别跟大家分享 你想掌握接下来 会有比较有 波段行情的机会 昨天跟你分享威盛 你可以注意一下 好今天 开盘美国重挫400多点 一早 大家亲眼看到 威盛开盘还在28块附近 还在平盘附近 所以今天一开盘 对不对 你都有机会再度上车 一开盘还在二十几块 整整一个半钟头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上车 那最后收盘大家很清楚 亮灯涨停缩时 来到三字头 已经三字头了 所以这地方还是呼吁 不论从筹码结构的角度 从整个商机的题材 5G处理器 这是个很大的题材 很大的转机 商机也够大 对不对 题材也够大 筹码也翻多 所以这样这样的股票 很容易会有 很这个 所谓大的波段的行情 会展开 基本面搭配筹码面 所以昨天为什么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做跟大家预告大盘会修正 今天跌一百多点 那昨天跟大家预告威胜 值得大家做一个切录 期待 今天一早还在平盘附近 连今天早盘跟着我们进场切录的投资朋友 今天早盘进场 现满你都可以现赚一只掌天板 现买现赚一只掌天板 好吧 威胜后市 会长到哪 想知道都欢迎 加入我们的line或telegram 这个来一起分享 大悟筹码泄露天气 锁定主流 你就可以享受大波段的活力 那巴菲特也讲你买股票你要了解他背后的转机是什么 这很重要 了解他背后转机是什么 所以这一波 台股帮的三千点 那为什么我们在二月三月跟你分享金像店 能够大涨一倍 为什么 题材够吗 转机够吗 对不对 云端的商机吗 台湾最大伺服器厂 PCB厂 所以转机够题材够筹码翻多 股价真的涨一倍 台股是崩了三千点 他涨一倍 喉咙不太好 有时候咳嗽 郁君光也是我们今年很看好的 好不好 苹果的后置镜头 iPhone去年都iPhone11已经获利二十几块了 二月营收你看这一倍 所以这次破300跟你讲大减黄金 你看赚多少 真的从300 200多300应该400变400吧 讲很不客气都快要500了 好那拉回200430多跟讲430守得相当的好 行情随时还要拱 甚至还有机会挑战高点 今天美国大跌 郁君光表现的不错 再拱 473 差没几块要过前高 因为他今年产业真的很好 第一季营收你看 成长一倍 这都是我们一直在给你掌握的一个产业的趋势 联发哥也是一样我们今年相当看好 5G晶片的题材 所以这次破300减黄金 供到359 拉回350 告诉你还会供高点 昨天370 涨了快100块了 好吧 那当然短线他会比较温吞一点 震荡整理 后事还是看好 因为联发哥5G晶片今年下半年才是他的爆发点 所以股价未来还会有高点 当然会有高点 随着产业的一个发展 联发哥第一季营收 创了历史同期新高 我们就要了解已经开始了 下半年还没来 你看就已经创历史高点 原像西海市今年缺货涨价 整个产业 趋势没改变 所以这次达到110多块 减黄金就对了 你看那你赚多少 179 十张六十几万 涨了快六成了 那近期高档震荡整理 那只要CS持续涨价缺货 那当然原像还有机会 股价还有机会看到高点 是不是 只是上档180到200的套牢筹码 看怎么划解 这个短线上稍微注意一下 金香光一样CS缺货 对不对 跟原像是同样的题材 所以达到五十多块 减黄金你看涨到九二 也是涨了五成 一样 涨太多高档都会整理 这很正常 高档会整理整理 全新功率放下去 这一次六十多块 跟你讲减黄金 你看涨到哪 快九十了 又是五成的涨幅送给你 同样稳帽从195涨到289涨到快一百块 上个礼拜已经跟你讲筹码比较凌乱 功率放下去筹码 尤其稳帽 290到300筹码比较乱一点 你看今天跌回260 跌回260多块 好吧 那近期功率放下去也遭到头骨降频 所以短线上筹码乱一点可能需要整理一下 还需要整理一下 国具被动元件 对不对 全球龙头春田 停工了 所以会造成整个被动元件缺货涨价 所以受惠 国具受惠涨价的一个 转单的一个效应 最重要国具本身三月营收 很漂亮 暴增五成 创了14个月的新高 所以股价从275法人筹码开始翻读 一口气348 拉回300筛 手稳告诉你还有高点 昨天果然359 10张快80万 短线 他在发行GDR 折价在308块 所以短线他这里会有一些套利的操作 有些人会高档去龙圈放空 然后308块就认购GDR 赚这个价差 所以短线股价会在这个地方横盘让它震荡整理 好吧 等GDR这个避险潮过了以后 将来后市还是持续靠 还会有一波 还会有一波 再来跟大家报告淡化甲 这是全新全新全新的商机 全新的题材 淡化甲是所谓第三代的半导体材料 第一代是锡 第二代生化甲 第三代淡化甲 它可以应用在更高的高阶的高压 以及高频率的通讯源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做成的快充产品体积这么小 因为它耐压也好 耐热也好 耐电压耐热导热导电的很多 这个特质都会比过去的细材料要好很多 所以在5G时代高频高速的时候势必要新的材料 才能应付未来的这个产品的需求 所以淡化甲从40多块今天你看54块 像这种结构很快很快又会创全波的高点 要注意多头的趋势向上是没改变的 今天报纸你看汉磊跟佳金 汉磊就是佳金的母公司 所以都是切入所谓的碳化系 就生化加碳化系 这都是全新的材料 未来都有机会 就有机会 这是一个转机 好吧 那讯星也跟大家分享 5G封测 红海集团的 所以当然它也切入了 苹果的供应链 股价这次跌到88块 法人筹码贩毒 去年获利倍增 今天股价美国大跌 照样供108 照样再创波段高点 好吧 当然从结构看还会有高点 最精彩就威胜了 我想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 还在二字头 还在二字头 今天早上开盘还在二字头 你都买得到 轻轻松松 趁美股大跌 趁台股回跌 回跌一百多点 你都轻轻松松买得到 收盘 涨停锁时 连今天早盘进场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享受到 现买现赚涨停的这种 这种成果 对不对 那当然就锁定产业嘛 所以给你 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 处理器商机 值得你把握 好吧 那期货我们讲过 一二三百万超版法 今天是大数据 AI城市时代来临 法人都在使用AI城市交易 所以你还在学技术分析 操作台子期吗 每天搞的头昏脑脏 脸上三条线太落伍了 你要是AI城市极度清晰的交易策略 由AI城市计算法很重 给你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你看3月5号 1500 1492 一路空下来3000点 从3月19号 8500 大家亲眼见证 3月20号 AI城市 8552翻多 3月23号 8649多 4月6号 96还在多 4月7号 99还在多 都有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连13号 110073还在多 14号 10138还在多 再嘎200点 昨天10341开盘再多 8点48 又嘎100多点 到昨天坡断 已经1900点了 对不对 那昨天涨上来 已经告诉你1900点 要提防卖压修正 指数的修正 所以昨天AI城市 大家亲眼看到 10点钟 5月10340 反手短空 为什么开始会震荡修正 10340空 昨天连夜盘 下午3点20分 10312再转空 操作台子级夜盘 现在也很热闹 312再空 今天一早 10161 你告诉我多少点 又快要180点 你操作台子级一口 就3万多块 好 今天一早跳空大跌 对不对 来很简单 今天AI城市9点10分 10226翻多 就这么简单 10226翻多 一嘎 又是100多点的行情 再精准的帮你掌握 都不要你去预设立场 好不好 AI城市计算法 很重要 明确的方向 时间价位 你就SOP 执行操作 一起发计划 欢迎大家 不论指数 当中波段 夜盘 以及股票 如何锁定 大波段的操作 错过金箱店 大涨一倍的 好不好 威胜要怎么切入 威胜会涨到哪里 预军光会涨到哪 联发科 要怎么切入 都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AI518 或是加入我们的 Line 小老鼠 AI518 不论加入 Telegram 或是加入 Line 都是AI518 ID AI518 Line加个小老鼠 好吧 有任何个股的问题 操作的讯息 都欢迎大家 来我们的 Line上 或Telegram 来提问 我有空看到 我都会答复你 好不好 跟你一起分享 好吧 欢迎大家 一起发计划 祝大家操作顺利